我觉得一种是引起焦虑 一种是引起共鸣 那我觉得可能我采取的就是后面一种吧 就是引起共鸣 比如说我可能不写 我作为一个作家怎么样 而是我马上就要到30岁了 我对于生活是这么想的 那我觉得那可能会有30多岁的人 不到30岁的人 就是点进来看等等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共鸣和焦虑 可能是最容易引起 你看我那天还看到 这个跟你们有点关系的叫知识付费 有人说那么几句话 就说说这个现在这个知识付费 从最早的机场的那个成功学 到最后一直到这个所谓 就是说你人生的任何一种焦虑 他都能给你讲出来 他都能引起你的这个注意 但是呢 他的那个承诺 是不是能够消除你的这个焦虑呢 然后呢 不能啊 但是他流量得到了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现在老爱讲一个贩卖焦虑 我要不说我真是后知后觉 我才明白一些演讲术 就是说原来啊 先让你觉得你很惨啊 你问题很严重啊 你知道就像我过去啊 比如班里也不是大学了 比如女同学自己看上一个女同学 这女同学又跟别的男的谈恋爱 然后想把他们拆散嘛 哎 我就经常这样给他做思想工作 我说你现在觉得甜蜜吗 很甜蜜啊 真的吗 就谈人生 对 谈哲学 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在这个甜蜜之外 还有那么一点点不为人说出的苦涩吗 啊 你恐吓别人 不是不是要恐吓啊 就慢慢有时候这个意志不坚决的女孩子啊 她能给你忽悠的啊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 于是甚至你要沿着这条道把她引导下去啊 没有人的灵魂经得起质问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没有人的人生经得起审视 对吧 所以说慢慢觉得 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然后呢有点问题 接下来那向谁求助呢 你对面的这个人啊 哎我就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流量的一个招 很多写那个流量文的那个 其实我说方说讲的这个就是 共鸣嘛 这个 其实焦虑也是一种共鸣 对 其实 我把它称为叫心理投射 呃 其实那个电影这个套路特别多 还有那个我们以前的小说 我年轻时候看的小说就是金庸 金庸也玩这个套路啊 韦肖宝有多少人把自己 就男人啊 把自己投射到韦肖宝上 身上 然后说我要娶一个双儿这样的老婆 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心理投射 那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小说 电影电视剧这种编出来的故事 流量很大 你要正儿八经坐下来 你说我写本哲学书 没什么流量 因为 他不会有投射嘛 这还是焦虑跟共鸣 你刚说的 刚说的那个套路 其实一直有用 用的最多是什么 就算在网络连带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用的最多是卖药的 卖药的广告永远就是 对 你早上起来没吃早餐会饿吗 是不是 不是没有 算命的 再往前 算命也是 可是算命有一个好玩的 你甚至算命不需要招来的 他们每个人总有挫败 穷算命负消香 那不顺利再会去找你 可是卖药你明明好好的 就问你 早上没吃早餐会饿什么事 然后蹲下来起来会晕吗 会这样 焦虑 焦虑就来 然后就去买他的药 那你有可能是高血压 他说有可能你就去 跟你同班的女生说 你幸福吗 一样的道理 让他引起焦虑 只不过现在有了网络 比较方便 而且那就是你知道 他没有问题吗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 那就全面甚至是做数据 问题是他是可以做数据的 那么将来还有没有真善美 自己都可笑 还有没有真 但是 叫流量 所以还有一个词 叫流量沉淀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词 就是他假设这个流量是什么都留不住的 有一波人就是说 我们是需要这个东西沉淀下来 所以你的这个焦虑也有 早就有人在提供解决方式了 大和流过总共有 我这个焦虑本身也是流量的一部分 是吧 有人已经在想总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就是流量后面的一个跟上的一个词 就是转化率嘛 对 就转化嘛 我今天有一百万人看过的东西 他能不能沉淀下所谓沉淀嘛 就沉淀下十万用户 对吧 然后我为什么要沉淀这十万用户呢 因为我下次还想对这十万人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这个流量就是我的我就不用去买了嘛 我就不用去刷热搜啊刷抖音啊什么 这十万就是我的用户嘛 所以这个就是转化 那你比如说我要一个高流量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假设你足够有钱的情况下啊 挺简单的 你就微博上投个热搜 刷个第一名 对吧 或者是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粉丝最多的一千个公号 找过来写一篇我窦温涛就是伟大的文章 流量就过来了 但问题流量来了以后 大家发现 你到不都不是那么回事嘛 过不到一百 那全走掉了嘛 对不都大河过来就走掉了 那我总会想办法是沉淀下来嘛 沉淀下来以后 我这笔花流量的钱就不会白花嘛 那我以后就要去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那内地叫什么沉淀是吧 沉淀 就在商业用语叫sticky 它有多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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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流量没有用啊 你告诉我强其重复重复来的人是多少 哎我还关心的是变现 现在我周围好多人说变现 就说流量怎么就变成钱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支付费 它就是有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行内有一个担忧 就哗过来十万人买了你的斗文涛的一个什么情商客 然后过完一年以后你发现这十万人没有人续费 没有人续费就是大家一冲动买了 买完以后可能是停了一年 也有可能压根就没停一年 就停一个月或者停一个礼拜就忘记了 然后你第二年怎么办 你第二年就很难搞啊 你又得花钱去买流量 你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撑下来 现在很多人担心的就是支付费 这一个bug 或者很多人批评支付费的地方 就是说来第一波没有第二波 就沉浸不下来 但是还有一种流量是不用买就可以获得的方式 就是蹭流量 就是像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作家的朋友 然后他的书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偶像明星推荐之后 销量多了这个六七万本 大家就是其他的作家真的真的为他高兴了 就说蹭流量成功了你不要 然后我就记得去年而几年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那里有一个网红 就是流浪大师嘛 就是然后当然有一个照片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像流浪汉阳坐在地上 然后身边全是美女网红 流量国学大师嘛 就是那个秀沈的 对对对 然后旁边全是这个美女帅哥 然后就拿着手机就是跟他合影 大家就是所谓的蹭他的流量 然后就是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是我刚刚说 他是一个流量入口 只要你留得近 他的身上的流量就可以留在你身上 那这个流量马上就能变成他挣的钱吗 他可以啊 可以啊我一下子 那从哪儿挣呢 做广告啊或者是卖东西啊 刚一说嘛 私域领域 我真不太懂 就会有这些商家密切的盯着每个人的流量 一增加就说给他买广告 你要明白一个 这个公式说出来很简单 就是交易成果等于覆盖量乘以转化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吧 但是你倒推这些事情去想 就是我要那么多交易 你就必须有那么多的覆盖量 和这么高的转化率 那么假定转化率给定了 只有1% 不可能再高了啊 那你只能做大覆盖量 对吧 1000个人把它做到1万 1万个人做到10万 你只要把覆盖量做大 在交易转化率给定的情况下 你的交易量也一定是提高的 那你其他事情不用想了 你唯一要想的事情就是覆盖 覆盖越多也好 今天这个流量大师 我去蹭一下覆盖一些人 明天那个流量小师 我就蹭一下覆盖一些人 转化率反正 卫老师里面有个问号 在于说那个转化率会变 比方说坦白讲 你要做大那个流量 你也要针对不同的人发 你的这个玩法太文明了 太文明了 就在互联网上有这种玩法 就得粗暴一点 野蛮一点 不要去考虑细分 不要考虑精准 因为细分精准都是要提升这个率的 我没空 我没空提升这个率 那这是细分 我就把前面这个量做大去了 对吧 我精准了我细分了 那我可能转化率从1做到2 做到5做到10 这也很好 但是这太文明了 所以叫思域罗链 我一下子搞1000个号 每个号有5000个好友 那乘一乘多少人 对不对 我扔一个广告上去 我这把这覆盖到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跟我们这种节目 这个吸引广告的速度不太一样 我们的那个好像感觉 你上一季做得不错呀 下一季就能有个广告 是吧 那天我看了看 他那个 一个网红带货的那个直播呀 我才发现 要不说也不要恨人家挣钱 真的 我本来我也挺恨的 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 怎么跟人家挣的钱 没法比呢 后来我发现 那就是 他们说这个网红带货的这个直播 你不能停播 一天都不能停 对 你停了一天 再上来 掉粉 一般下午三点起来 起来就开始 他那是个车间呢 就是在他后边 可能就最火的后边有两百人 这两百人拿着无数商家的这个衣服啊 版型啊干嘛 他就想挑挑挑挑挑 就是我待会介绍这个要介绍十分钟 甚至比如说啊 多少商家排着队 就为了在他直播当中 你讲我这个十分钟 到林化好妆弄好了脚本啊 开始直播之前 可能又出来拿个电风扇 说这个我操作起来不太方便 啪就把一个商家的就给扔了 就是这么快 马上就是下单啊 下单的这个速度 真是跟我们这个 因为那些做直播的事 其实挺勤奋的 所以他们都是说 大部分的你知道都在一个地方 好像叫杭州的什么宝 九宝还是什么宝 听上去像座山雕的那个 是因为那些供应链 成衣啊衣服的那个供应链 大部分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说做这种带货直播 最重要的叫离货近 离货近 而且呢过去你一切都改变了 过去就是说一个月我推出几款 或者一年我推出几款新的衣服 然后生产多少 现在是这个带货的主播 他在带领你工厂生产的 他今天他需要可能一天 需要好几个款 把这个款马上你就能生产 马上下单 这个有新名词叫C2M C2M从消费者端 去Push M就是制造端 Push制造端发生改变 就这款衣服很好看 但是我不想要红色的 我想要蓝色的 那你制造端马上改 就是这样 C2M 这个理论上来说 C2M是比较先进一种模式 因为确实我们以前也是 这个厂商做了红衣服 就是红衣服大家没得选了嘛 那消费者要有一些个性化的表达 那互联网可能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事情 这些人确实是就是挺勤奋 他因为他要维持这个流量 我不知道这说不是对的 但他维持这个流量 他必须每天密切的和他的这个流量 保持一种联系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新闻 说像魏老师一样的快手主播 然后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 宣布老婆要做微商了 老铁们来付钱 然后就一晚上好像就是收了4000多万吧 然后我就问这一块手在经营的朋友 说他为什么他能有一下子收这么多钱呢 你直播我估计一晚上收不到4000万吧 4块钱差不多 然后他就说因为 你试试吧 试试 因为他因为他天天更新 天天更新之后大家就信任他 觉得他像是一个朋友一样 或者是像他我认识的人一样 我一直觉得梁龙道如果做直播卖书 他可以一个月可以卖出1000万 没问题了 哦 你怎么把这主意公开说出来 但是 那你朋友拉4000万很好奇 是给他做什么 一个晚上 没有他就一个晚上 他宣布我的老婆要开始卖东西了 老铁们支持一下支持我 就是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然后你们支持一下 那支持你做什么嘛 就是卖东西 等于投资嘛 不是投资 就是支持 就是支持 就是你是我的朋友 我给你钱 对 所以就是 然后你给钱 他直播里就感谢你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 你比如说这个可能上个世纪的哲学家 还是上上个世纪的 他会说这个社会啊 驱动历史发展的这个内核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反正每个历史时代 大家都会找出一个关键词 比如科技 转化生产力 但是今天我真是觉得 到处都是流量 甚至啊我就觉得就是善恶难辨 流量倒逼的这种情况啊 我又会预测未来啊 一切东西都会发生这个改变 你比如说啊 他从好的一面来说 咱们过去咱们讲这么多年追求的就是 人民当家做主 对吧 从好的一方面来讲 也确实是越来越为用户服务 包括你说这个这个偶像的粉丝 其实他也有一份当家做主的 对吧 你你觉不觉得就是这个这个 我觉得人民的地位 还是说用户 还是消费者的这个地位在上升 自我的存在感在加强 越来越觉得我也有扭转乾坤之力 这跟过去不一样 那边过去边莫言式的作家 哇他写个小说 我们只能膜拜 哇 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现在你感觉有一个 就那个读者啊 咱们家伙耿着脖子站起来了 对吧 是 而且我可以催你吧 快点跟 今天还不行 对对对 干嘛这样这么写啊 你应该那么写 对吧 然后千万个这样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看手机屏幕 就所有的东西 你是主人 所有的东西在一块非常小的屏幕上面 争强你的注意力 所有的APP图标来说 看我吧 看我吧 所有的推送来说 你看我今天多好看 就是我觉得当所有的东西 在一个非常小的狭窄的空间里面 去争夺注意力的时候 我觉得那这个人的主人翁意识 就变得格外的强了 对 但是也有可能这主人翁上瘾了 嗯 他自己也是也被一个东西所被一种瘾所控制了 嗯 我记得上次咱们聊时光派的时候 嘉辉就说过一个 我就说现在一切东西都越来越快 人们的注意力的这个越来越容易分散 我觉得物极必反吧 有一天大家会厌弃这一切 当时我就记得嘉辉说不一定 将来的年轻人可能就叫多平生存 就是他一心可以挤用 是不是你的观点 我讲太多金句了 可是那个 对啊 那的确是个挑战 因为话说到底 你人有自由 可以去追求任何东西 那对于说 可是人我们刚也提到马斯洛 马斯洛这个 人有不同的欲望 你总有一些追求意义的 追求我这个创造的东西 我想起美国作家非常重要的 罗曼·米勒 他讲一句话说 我们写作的 我们创作的 不是 我坚持创作 不是因为我相信世界上有读者 OK 那这个读者可以变成说 我不是我因为相信世界上有留意的 而是我相信世界上有文学 就是啊 不管你流量是十万家 百万家 十个家 没有关系啊 我相信的是世界上有文学 那这次我觉得 认真追求意义的人呢 一定有的 不管 不仅是我们说的 莫言己的作家 所有人啊 每一个领域都是 你生命里面总有这个东西 不是被流量能取代 我觉得他们也觉得挺有意义的 那很有快感 不表现 很有快乐 而且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 我其实一直就觉得 其实流量有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被看见 那文学当然有意义 但是当这个所有的 我刚刚说这个流量入口转移 大家都通过流量入口去看到一个东西 哪怕它货不对版 这个后来抛弃了也好 就是当你没有这个流量的入口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你写东西你也不被看见呢 就像大家都用手机去认知一本书的时候 当你不加入这个竞争 你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被看见 不会被看见呢 现在比如像我这种人 我是不买纸质书的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我的朋友会送我纸质书 如果我够俗的话 我会跟他讲 把你的那个Worddown发给我吧 我保证不传出去 你别给我寄书 因为我家放不下了 所以呢 今天任何一本书 当我发现有这本书 它没有电子版 我是不会买的 真的 我是不会买的 就是我真的放不下了 我有十个书架 眼睛倒还挺好 那我就是 所以就是用这个 专门去买这个电子墨水瓶 电子墨水瓶 就Kindle那种 Kindle那种 我光Kindle大概就有四五个 但是Kindle没有办法用微信读书 所以我专门还买了 另外一款可以用来看微信读书的 电子墨水瓶 然后我还有一些这种 PDF格式的扫描版的书 那这种书 当然你现在很难买到了 那你放在那个PAD里面看是很累的 所以我专门的电子墨水瓶来处理这种扫描版的书 看起来感觉很好 所以我都是用屏在看的 就是你就刚才方舟讲的 你的内容不出现在那种场合 我会拒绝 因为 不存在 老实说我少看本书又怎么样的 我世界不会塌的 我不看墨炎小说 怎么样的 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墨炎的小说能够变成电子版 那我就看一下 你不变成电子版 我就不看 而且我觉得呢 就是好像在这样一个流量的 人人争流量的这个时代啊 咱们不能太敏感 对很多问题啊 要这个脱敏 你比如说你说你相信有真正的文学 那我这学新闻的 我还相信有真正的事实呢 你比如说 我有时候看见一些个这个 这个网文啊 网文我也没看 我就看这个标题 是媒体的这种 对啊 标题 你比如说他把一个节目啊 比如说说我们圆桌啊 还有一说 比如说就是这个啊 这个方舟跟马家辉 鸡变啊 然后呢那个 邓文涛看到这个目瞪口呆 局面hold不住了 然后又说啊 魏武辉的这个气场 完全碾压这个蒋方舟 就把这个圆桌派 说成了奇葩说的效果 你知道吗 当然我不是说奇葩说 那奇葩说看的人更多 问题咱不是啊 那不是事实啊 哎 我还在说呢 我说这年头 难道连我们主持人 这个行业也需要进行常识普及了吗 难道这个嘉宾们之间这个友好聊天 如果都能都给说成是怼人 那还怎么聊天啊 那如果主持人提的问题 都代表主持人本人的观点 那世界上就没有主持了 可是我看了第三篇之后 我多明细啊 我才明白 不是人家这个作者 对我这个行业没有常识 是我对人家这个行业没有常识 你以为他真不明白啊 他就是脑子里有一个战争一样的 他因为人是是血的 所以他写这种 你看你发现没有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善和恶 我不好说 但是从我的感觉上来说 他可能会让我们很多人变得脾气 越来越不好 因为呢 人的本性啊 我记得王蒙老师就说过 他说 我总是发现在人性当中有一个角落 是是血的 有的时候这个看客啊 他有一种是血的人性 那你看现在的标题 人与人之间的不合 他掰了 他打他了 他斗争过了他了 这个东西有流量 对啊 可是如果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那我们影视剧是这样的 成天就是斗啊 各种各样斗啊 公斗啊 对对 你看 这种斗啊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流量 所以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他在新闻上面更 或者说机构媒体上 我觉得他更明显 就是好多机构媒体 辛辛苦苦采访啊 然后可能两三个月采访 写了一篇稿子 然后他这个事实 就被一个自媒体 用了一个非常耸动的 一个标题 添加了非常多细节 变成了一个十万家的文章 那就会有这个机构媒体说 我这么辛苦 把这个事情本质呈现给你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还洋洋得意的 你还不知悔改 那自媒体说 我这个人看的人多 所以我觉得流量 思维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这个事情 它本质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我被看到 就是比这个事情 本身的样子更为重要 所以它的名字 叫做流量 它不是叫做新闻 其实你说小说 就算是所谓的经典 所谓的上了这个文学殿堂的小说 它也是制造冲突的 所有好的电影 好的电视剧 好的文学作品 一定要制造冲突 对 不知道是谁看 没人看 你说的非常好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真实的世界 也变成了一部小说 对 那么现在就是 被制造成了 对 我们都是演员 都是标签 你们俩都是作家 那这种 我就说现在 在进入到了这个时代 你写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受这个流量的影响吗 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 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说 比如说上节目 经营微博 我就是把这个门做好 把这个门做大 按照他说 覆盖率把这个门做大 那你进来之后 你发现 哦原来你不是一个什么 跟马家辉互怼 跟斗文涛互呛 然后被马卫都这个 这个 碾压 被魏老师碾压的人 他有的就 有的就散去了 有的就沉淀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可能那剩下的10% 5%是重要的吧 家辉呢 我觉得 会追寻不一样的东西吗 我也注意很不爽啊 经常看到 谁谁谁 掌方舟的微博有多少阅读量什么 我也不爽 可是我知道我做什么 我那个部分追求的是快感 我快感 我还不叫做快乐 有意义的事情才叫快乐 快感嘛 我今天阅读量高了 比展方舟高 比德文涛高 什么 或者说有人称赞我 我不是说我需要称赞的吗 花钱加入夸夸群啊 对 或是要别人夸我嘛 就等于是说你做流量 你就知道做流量 你说写个网络小说 可以 那就公开 然后卖了一千万本 你知道你做什么 可是等于你创作小众的 甚至没人看的 我刚说那美国周家所说的 我不是因为我相信读者 是因为我相信世界上有文学 那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做什么 最主要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这等于做人一样 我经常强调在网络世界也好 在现实的一样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看我觉得我的选择啊 就是选择无知 嗯 我不知道 因为什么呢 我后来发现呢 谁也别瞧不起谁 比如说我做节目 我也希望流量导向啊 其实我真的我无所谓的 你们爱听什么 我谁能告诉我 但问题是你们 你们自个都不一样啊 我实在不知道 如果有一个人冥冥之中告诉我 你聊这个 你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流量 我当然愿意啊 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嘛 对吗 但是问题在于实际上你 我就觉得这无从揣测 对 每一个观众他对你的希望 可能都不一样 对 你要假不假式的你去琢磨 这次收拾高了 这次收拾不高 然后你的这些原因 你知道就跟他们拍电影似的 拍一个爆款出来 说哦喜剧片火 你拍一个你就掉沟里了 但是还是有人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个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网飞对吧 就我们也有人叫他奈飞 对 就是用大数据来指导电视剧生产嘛 著名的案例就是纸牌屋嘛 国内也有啊 国内有一家公司叫科顿 后来被华策收购了 当时应该超过十个亿吧 人民币 那科顿就是专门去用数据来琢磨说 这个电视剧该做什么样的套路啊 做什么样的类芯片啊 但是流量代表价值吗 我觉得不代表 而且我想回应你刚刚说 我觉得你说谁也瞧不起谁 这个我最近特别有感触 就比如说对你来说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知识付费有的时候 还稍微谈到的时候 还稍微有点看不起 还稍微觉得是 哎呀我们这时代怎么这样啊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知识付费对他来说是一种上升 你就像我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他买拼多多 他就觉得我这是 哎呀我消费降级了 我的知识付费有很多误会 对 我在豆瓣上买了六七个知识付费节目 比如我举个例子 它里面有一个节目叫 哲学思想史八十奖 是人民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讲的 我全听完了 还有一个人大的 不是人大应该清华的 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 讲那个传播学 我们老师 我清华新闻学院 可能是 这就有 知识付费有 卖情商课的 卖职业生涯课的 也有正儿八经做学术的 还有那个复旦的一个历史老师 叫侯阳芳 挺有名的 侯阳芳也是个大逼 做的这个在喜马拉雅上 说的历史课 这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OK的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 他会觉得 你看我原来只是用这个流量和时间 去刷短视频 去看快手 现在我还支持付费了 你知道 对他来说 它是一种提升 所以我后来觉得 真谁也瞧不起谁 咱们也别嘲笑那些 所以我们中国 其实大学生很少的 那还有更多的人 你真的 你会在你眼中 这个根本不是知识 对他来说就是知识 我觉得这个 对我挺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我要走跑步机 对对对 或者开车都可以 我现在就发现 我一天可以听一课 我后来发现 你没有一个 这么整块的时间 对 来看书 但知识付费就是 我是用出百页的目光来看 知识付费的 这个每年 每年我们中国应该出 30万种图书 这个有一个什么话题火了 哇一堆的什么 小程序火了 一堆的写微信小程序的书 但是 每年总归会出那么一些精品 而且这个精品一定是在 30万种图书当中一定是少量的 那知识付费也一样 你如果用出版业的眼光去看 知识付费的话 你会觉得这行有烂的地方 但有好的地方 可是它操作上面 那个因为我有参与 它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正面的 像那个知识付费 是什么出版业 出版界 你基本上闭起门来写 可是主要创作者 还是一个 唯一的 可是知识付费做得好的 据我了解 是一个团队的 对 比方说流程是这样的 现在我讲实讲 什么什么 社会学史 心理学史 我通常又写个稿子出来 那个专业的团队告诉你 从音频的角度 你那个啰嗦不要 叫干货太小了 又加什么 再给我 我再录 然后再来两三回合 然后甚至什么呢 我先录完一段 他们还要找个编辑 到马路上面听 或者说在跑步记上面听 他要模拟像一个 窦文涛这样购买者 你在那个状态上面听 音的声音音感好不好 语感好不好 然后最后才定本 所以说从出版业的角度来看 对 就是他那个知识付费 把读者 就是受众跟创作者 连结起来非常有效 甚至对于创作者也是好的 他令我调教 更懂得从知识受众的角度 来创作 那是好的